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节目 我是蓝丹 福士虽然是皇后 但却是二婚 她的第一个老公是李崇迅 厚汉河中节度是李守中的儿子 可惜这位老公命不长 因为造反被诸杀了 那天李守珍拿着福士的深层八字 给算命先生 这位算命先生为了讨好 厚汉河中节度是李守珍 就说福士贵不可言 有母仪天下之相 李守珍听后大喜 马上张罗起儿子的婚事来 古代的人特别有趣 算命的一般不会说男人有帝王之相 反而是拐个弯说 自己的老婆可以母仪天下 因为这样很容易连累自己被杀 说别人的老婆就不一样了 今天可以是你的老婆 明天就可以不是了 比如汉超时期的未报的老婆 不夫人 也说有母仪天下之相 人家确实做了皇后 可皇帝不是你 李重迅和他老爹刚开始还打了几个胜仗 可是到了后面 遇到了郭威这个死对头 硬是被郭威连个拔起 几千还一直行事大好 连赢了几场 更是让李守珍父子看到了成功的希望 但是在他们遇到郭威之后 场面急转下降 最后连老巢都被郭威给端了 李守珍父子自知 局面已难以挽回 不甘肺腑 只好自行了断 幸运的是郭威跟福士的老爸是好朋友 通过这层关系 福士幸运的活了下来 后来福士的母亲认为 能大难不死 就应该出家感谢老天的恩赐 结果福士不甘心 从此这样的断残身 后来选择嫁给了郭威的义子 最后郭威的义子 柴蓉登上了皇帝 福士果然如术士所说成了异国之母 福士也算是一位很有个性的女子 没想到算命的真是准了 可惜皇帝却不是李重迅 好了本期节目就分享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